在高营运成长过程中 我一样针对那八档股票 然后去做了一个整理 那我基本上其实这八档股票 其实他们基本上都符合所谓的高值利率 你看最低的连强都有6.68 然后像刚才提到顺达也有13.14% 然后本益比其实都在10倍以下 然后联发科是稍微高一点 但是联发科13倍 IC设计里头算便宜吧 以前我记得联发科的 那个本益比都是230倍 230倍起跳 而且我记得2000年 讲到2000年 这样可以显示出我们真的很老 2000年很多IC设计的本益比是30到40倍 所以这也是我现在目前看到台湾很多电子股 长线投资价值的机会 因为过去大家常提到存股 总是喜欢提什么传统产业 食品股 然后一些比较景气没有影响这么大的 但是我觉得这一两年台股有很大的变化 很多过去大家所认识的那些存股的标的 都已经涨到天上去了 本益比都已经非常的高了 值率已经降到非常低的时候 反而这时候反而电子股成为 这个其实它的值率率大幅的上升 它反而也凸显出它长线的存股价值 可是我有个问题您这边的本益比是用去年的EPS来估算的吗 对不对 那如果说今年的EPS又比去年又在成长的话 哇那它的本益比就更便宜了 对那至于今年的EPS要怎么预估 其实大家就必须得要做一点功课 因为现在也才三月底 所以我觉得在财报的这个里面啊 其实有一个数据是公司每个月都要公布的 其实就是公司会公布它的每月营收 对 比如说它10号以前要公布上个月的营收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检视 这家公司它营运有没有成长 关键其实就在于它的前二月 它的像目前前二月或前三月的累计营收 有没有达到你符合的这个要求 那比如说联发科它前二月营收来到23%的年增率 加世达有19% 历程有15% 联强也有12% 联阳也有8% 风域有7.81% 所以刚才讲的八档股票 今年前二月营收年还出现正成长的 就缩减到123456 对六档而且这六档里头 我觉得有几家公司它的营收是比较稳健的 就是如果我们看前三 就是前一季或者是前两月的营收 你大概可以秀说它后面大概状况也是这样 比较不会有所谓的爆发的成长力道 比如说像通路股应该就比较有 难有一些爆发的成长性吧 当然啊 这个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营运成长的状况 所以我们刚才讲多加了一个条件之后 可以把八档再缩成五档 还不会太多 123456 我们已经缩成六档了 再去掉两家了 还不会太多 好像还是太多了 六档其实都不错啦 可是如果大家预算比较有限的话 也会觉得说是不是可以第一个进一步筛选 然后第二个因为毕竟呢 秀华老师刚已经帮大家选了这个前两院营收年增率 梁洋跟风益 好像只有个位数有一点少耶 我觉得不一定啦 所谓的营运的成长 其实它都是相对的概念 对 所以我觉得这六档里面我们再减一半 好 剩三档 那答案就忽自欲出喔 但是这三档必须得先了解我们要用什么方式 那我今天跟大家推荐一个 我自己过去还蛮喜欢的一个古神级的人物 等一下古神不就是你吗 你还要介绍别的古神吗 没有我们大家知道美国古神叫巴菲特嘛 欧洲古神叫克斯托兰尼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还有个英国古神 你也是刘英达我记得 你不是讲一讲 就是在讲你自己吗 没有这个英国古神 它影响了在财报领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这个叫英国古神叫吉姆史莱特 那吉姆史莱特啊 他有提出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平常我们在看本益比啊 其实大家没有办法知道 他到底是高还是低 对 比如说这家公司的本益比30倍 合不合理 你说合理搞不好 公说合理婆说不合理 那怎么去应对呢 所以吉姆史莱特他提出的一个相对应的概念 所谓的合不合理的本益比啊 必须得建立在他的营运的成长性 假设一家他提出一个叫股价盈于成长品 这个叫PEG啦 PEG的这个概念 然后他的这个 这PEG的概念是由英国古神吉姆史莱特 首先倡导出来的 然后最后被美国的投资大师彼得林区 发扬光大 我一直以为是皮特林区想出来的 原来不是 不是 出自于英国古神 这个受教受教 好继续继续 那他提出的概念 这个分子是本益比 那分母的话是预估美股盈于成长率 就假设这家 有一家公司他的本益比是30倍 那合不合理 如果他的预估美股盈于成长率是30% 就30除以30等于1嘛 就刚好合理 就是合理 对 那如果他是30倍 然后他现在目前的这个美股盈于成长率 可能是40% 那就是小于1啦 就小于1啦 就是30除以40 所以是0.75就便宜 就是便宜就买进 那如果他的这个预估美股盈于成长率 只有15 那本益比是30倍 那30除以15就是已经来到两倍了 这个已经超过1.5以上了 就已经到了昂贵的价格 就是要赶快卖 对 好 其实老师这个板子我觉得超好的 所以呢 我们的粉丝 拜托大家 赶快截图 或者是上我们的粉丝专业来索取这张表格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按赞留言 并且订阅华视优选频道 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超前部署的最新影片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